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大家请看 搞定一个对象 您能搞定一个对象吗 不行啊 好 那咱们我教您怎么搞啊 咱们看啊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Luby不是单身 它也有对象 什么意思 这儿呢 我先给大家提个问题 今天咱们的代码中会讲到 一个叫做atname的变量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呢 是Luby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变量 它呢 是模板级变量 它可以被自己的对象本身 以及它的子类所引用 熟悉过面向对象编程的朋友 肯定都知道 什么叫做模板级的变量啊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咱们看今天的代码啊 今天的代码应该不是很难 首先说 通过class的关键字 我呢 给您定义了一个类 player 玩家 游戏者 这么一个类啊 这类里面呢 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做initialize 一个叫做show 这个函数的定义呢 我上期已经讲过 在这呢 咱就不再赘述啊 但是这两个函数 有哪不同 大家注意 initialize呢 是这个类的构造器 构造函数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例子中呢 传了一个参数啊 name 并且呢 给了一个默认值 那咱们这个构造函数 做什么用呢 大家请看 它接受一个名字 然后把这个名字 附给 it name 模板级的变量 那么这个模板级的变量呢 就能够在该类中 任何的区域 所被访问到 再来访问呢 咱们看 这有一个寿的函数嘛 对不对 这寿的函数呢 输出一行语句 就是说 游戏者 player 玩家是谁 咱们大家请看 一个sharp 跟一个大括号 中间 是变量名吗 变量名 就是加上这个 it 模板级别量 对不对 就是it name 这样的话 就能够读到 构造器 给它们传进来的 这个值 然后呢 显示在屏幕上 好 这就是咱们 这个looby中 最简单的 类的定义方法 然后咱们该怎么引用 大家请看 首先呢 我呢 用这个player .nume 并没有传参数 做一个coma的对象 没有问题吧 因为我没传参嘛 那么咱们 这个构造器中 会默认给一个coma的 变量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coma show的话 应该能够打出player coma才对啊 咱们先带个问题啊 我现在先不运行 咱们讲解完之后 统一运行 接下来 我再做一个cory 库里 库里呢 也是这个实力化 这个类 怎么实力化呢 大家请看 player.nume 然后跟上这个名字 cory 然后呢 再show 把它打出来 因为在构造器中 传上参数了 那么它的默认值 将不是coma 而变成cory了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来一个哈登 再来哈登啊 哈登也是我 比较喜欢的这个选手啊 最近好像打得不太好 受伤了 同样和cory一样 在这个地方 player.nume 然后呢 传入哈登的名字 然后让你哈登的变量 的点show 显示出来 那换句话说 咱们这段代码的显示 结果应该是 player.coma player.cory 和player.hardon 好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把它拷贝一下 呃 在今天这个文件加下 我建一个叫做test.luby 好 我把代码拷贝来 然后咱们实际运行一下啊 我这开一个终端 这个video.cola非常的好用啊 呃 我推荐您 极力推荐您使用啊 呃 我这敲luby.r 呃 luby.conger test.rb 咱们试一下啊 OK 如您看到 咱们输出桑代码 分别是player.coma player.cory 和player.hardon 呃 非常的简单 呃 不知道您对今天这个课程 这个例子呢 听明白没有啊 呃 我认为不是很难 如果有觉得不理解的朋友呢 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呢 给您一一的回答 好吧 今天的例子呢 应该就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了看中的服务线 给您下载参照 呃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